因树不入户,入户家不富,这因树究竟是什么? 看看你家有没有? 在农村,因为房前屋后空间比较大,很多人会选择种一些花草树木,用来装饰庭院,还能净化空气,值得一说的是,种树,种什么树,是很有讲究的,很多树是不能种在家中的。 在老一辈口中,就有很多关于如何种树的俗语,其中一句就是因树不入户,入户家不富,说的是在住宅前面,最好不要种因树,种的会影响一个家庭的运势,甚至会给人们带来不幸,这句农村俗语说的因树究竟是什么呢? 古人为何会总结下这么一句话,告诫后辈呢? 因树,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树,这些树木大多是些枝叶茂密,容易挡住阳光,不利于空气流通的树木,最重要的一点就是,人们觉得它们寓意不好。 这第一种,桑树,桑韧虽然好吃,但是桑树却是很典型的因树,桑和桑谐音,一听就不吉利,所以它在农村并不受待见。 第二种,柳树,按理说,柳和柳谐音,古人在与有人离别的时候,表达依依惜别之情,常会用到柳树,有留恋的意思,并不存在寓意不好的情况。 柳树生命力顽强,插干就能存活,很多人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,会在墓碑旁边插上一根柳枝,希望来年能长成大树,为坟墓遮风挡雨。 而且,柳树接触的柳树会随风乱飞,很容易引发人们过敏,同时它还是易燃物,有引发火灾的风险。 除此之外,柳树的根基非常发达,如果种在房屋前后,随着它的生长,很容易破坏地基。 第三种,杨树,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鬼拍手,是因为它们的叶片。 在被风吹起来的时候,发出沙沙的声音,就像有人在拍手一样,晚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,非常吓人。 再加上杨树生长速度快,木干也比较脆弱,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很容易被吹断,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问题。 杨树叶量比较大,在生长期会不断掉落树叶,清理难度大,所以古人并不喜欢在房屋前后种植杨树。 第四种,槐树,由于槐树里有一个鬼字,古人将它视为阴树的代表,很多人为了避讳,是不会允许自家院落里出现槐树的。 那么,在家中庭院,可以种哪些树呢? 其实能种的树种有很多,首当其冲的就是石榴树,在北方农村里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棵石榴树,它们开花好看,颜值高,果实红彤彤的,看着也喜庆,还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,非常受人们喜欢。 第二,柿子树,它在农村的庭院以及家门口也是非常常见的。 柿子挂果率高,一朵花就是一个小柿子,不仅有观赏价值,还有很高的实用价值,是非常适合家庭栽种的经济作物,柿子的寓意也非常美好,象征着家里红红火火,万事如意。 柿子树也很好种植,适应性非常强,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很好的存活。 第三,桂花树,俗话说得好,家中种桂花,人浅显富贵。 桂花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,寓意也非常美好,历来就有高考中举,禅功折贵的说法。 除了观赏价值以外,桂花树还有食疗价值。 在《国药的药理学》中记载了,桂花还有出口臭的效用,同时桂花还能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,利用价值高,很适合种植在家中。 除了这些,大家还知道哪些树木可以种植在家中庭院里呢?